一次不過是 所有人都看得到 虛榮再多點 交道幫忙 要幫大家的忙 各位歡迎電台交道幫忙忙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林宏文 今天很高兴我们要请到的是 教大电控所的教授 宋开泰宋教授 宋教授最近人非常红 因为得了非常多的奖 包括在NI 也就是美国国家仪器的 应用论文竞赛 得到了亚军 这次是在机器人跟自动化类的第二名 2014年宋教授率领的团队 也参与了教育类的 也得到第一名 那更厉害的是 最近这个WRO 世界机器人奥林匹克的一个竞赛里面 我们宋教授的学生 两位大三的学生 也得到了世界第一 所以我想这个宋老师研究机器人 但是他自己是得奖机器人 今天很高兴我们要请到的是 宋开泰宋老师 以及他的两位学生 也就是今年得到这个NI 亚军的两位学生 那我们先介绍宋老师 跟观众朋友打一下招呼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交通大学电机器跟电控工程研究所 老师宋开泰 是宋老师好 那有两位学生 一位是十三头 Hello my name is Sando I'm from National Kjotong University We are the master grade student of electrical control engineering 是 另外一位是Riska Hi I'm Riska We are from Indonesia We study in NCT U at electrical control engineering Based on professor's and advisors 谢谢 是 他们两位都是宋老师的高徒 那我们先请宋老师来谈一下 就是说这次我们得到这个 我们是八轴飞行器加遥控APP 得到了这个第二名 是不是跟我们分享一下 就是说为什么这样的Invention 能够得到第二名 它的意义跟重要性 是谢谢 这次我们参加恩安应用论文竞赛的作品 是叫八轴飞行器跟APP的遥控应用 那这个八轴飞行器基本上 它是一个飞行的一个drone 或者是说大家现在可能在房间也可以看到了一个 可以在空中自由飞行的一个多轴的一个飞行器 那这个八轴飞行器是我们自己 从无道友设计制作 然后把程式写进去 然后让它可以自由的飞行的一个作品 那我们采用八轴飞行器 其实在它设计上是有我们的一些考虑 第一就是说我们是采用配的双马达在一个轴上边 也就是说它的外形看起来像是四个旋翼的 其实呢它是上下两个 在不同的转的这个方向上呢 能够做到四轴飞行器等同性能 但是其实它是八个马达成为四个配合来飞行的 那这个好处呢有两方面 第一就是说它这个飞行器如果说某一个马达故障 或者是说不正常运作的时候 其实这个飞行器仍然可以飞行 相对的如果单纯的是四轴的飞行器的话 如果有这个马达是不正常运作的话 这个飞行器就没办法飞行了 另外一个好处是说 因为它事实上是等同于这个四轴 所以在它那个整个结构上 并没有增加太多的 机器人本身的重量 那这样就是说它有多的这个飞行的力量 也就是说它可以用更大的力量飞行呢 但是呢可以更多的载重 将来可以在应用上面有更多的仇载了 那也就是说它可以在载运货品 载运这个摄影机这些 都可以有更多的仇载的能力 有这两个这个运用上的优点 那第二个我们在设计上面的一个特性 就是在于是说 我们呢采用了Ni的一个比较新的控制器 叫做MyRio 那这个控制器呢 它比较有强大的计算的功能 同时它也可以无线的联网 那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在应用过程当中 或是控制器的发展过程当中 可以透过网路来监控或调整我的控制器 也可以呢摇缝这个控制器 所以在应用上面呢 多了一些功能上面可以加以发挥的地方 那我第二个问题我想很重要就是说 因为来自印尼的两个学生 做了这样的一个产品 那我想当然也是因为印尼有实际的需要 因为印尼有很大的森林 它农业也是它的一个很重要的产业 所以这个产品也可以用来森林的监控 或者最近也有一些埋害 森林火灾让这个空气污染 所以是不是也在这个应用上说明一下 OK 谢谢 首先我们的目标是 我们想要做这个奥特摩托是为保护 我们知道印尼西亚是一个巨大的国家 可能有7000岁 然后它很难复杂到这些岁 使用普通的转型 例如我们知道印尼西亚 但是森林火灾是很难以示范 在开始以防森林火灾 所以这个显然是有印尼有这样很多的岛屿 他们也有这个森林有这会火灾 有这样的一个飞机 这个直升机算是可以监控 这种可以监控 可以在它开始有那个火灾 会是刚开始的阶段去监控到 不要让它大起来 所以就是说它可以透过这个飞行的 这样一个监控 提供更多的预防的功能 是的 小操作人我依促卖 为什么你选取NCTU 为什么你选取Mr. vä end 社长 中国是有很多ыл high-ch부� near Robotics 不同的作品我们在ILYANS之间爱 Robotics 也许多兴许为不是因为我们要去中学院的工具 另一个了吗? 是的,我认为科学在科学中的研究研究是很有趣 所以我们的作品也发展到有机会去大部分的东西也有一部分 所以我们选了NCTU和科学中的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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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我們也希望接下來這樣的一個產品 它可能可以有更多的商業化的機會 然後也跟產業有一些結合 我們今天非常謝謝宋教授以及 Scento & Vizca 謝謝三位抽空來跟我們分享 我想這個是機器人的應用 未來是一個非常大的市場 我們相信焦大也可以在這裡面 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焦大幫忙要幫大家的忙 我們下次見 謝謝 拜拜 謝謝 謝謝 詞曲 李宗盛 是